给你宣布个事啊 我准备开始二次创业了 真的 恭喜 恭喜 是这样的 我听取你的意见 采纳了你的方案 我就准备呢 经营我那个自媒体 唱个声音架 而且呢 听你的 开始做广告 你看 你要早听我的 早成功了 是吧 我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吧 没有你呀 我 我也能成功 别快两句开始传 是是是是 那我问你了 那你二次创业 钱从哪儿来啊 没钱啊 没钱有没钱的做法嘛 我准备把那办公桌啊 设到我爸那棋牌室去 那儿啊 嗯 那儿会不会有一点 太热闹了 有门 挡上去 那你打算招多少人啊 没钱招什么人啊 我撑死了找一合伙人 哦 明白了 就是你们俩一起合伙 不不不 你看啊 我我我我负责写 推这个自媒体平台 那我得有一个合伙人 帮我拉业务找广告什么的 是吧 对对 新创业 未来怎么发展的事再想 成功的第一步呢 不是现在活下来吗 你看我的谈话还是有效果的 对对对对 你说的 你说的 嗯 其实你要是早点拉广告 是不是就会早一点改善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拉一单广告 多少钱 比如说你这公众号一年下来 如果是 这个广告比较多的话 这大概能挣多少钱啊 这么一说吧 如果是一个顶级的公众号啊 一年广告费完好几千万呢 多少 几千万啊 这么多 这都算少的我跟你说啊 之前 我是因为太清高了 不愿意给自己做的广告 我要之前做广告 我现在也好几千万了 那好多东西都 都是我给推了呢都 你觉得我 可以做你的合伙人吗 你 你真别小看我 你看我在这个汽车行业 崭露头角了 我都卖了好几辆车 我们经理说 就照我这个发展速度 都能拿到这个月冠军 就是说不定还能继冠军 说不定还能 全年的冠军 就我 我也算是有了工作经验 也也有了一定的人脉 我觉得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 在这儿最关键的是 我要挣多了钱 我才可以还债 我挺在乎这个机会的 我想争取一下 用我吧 不行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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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工资干吗 没工资 你等我玩呢 没工资 包吃包处 那也不行 你要成功的话 给你提百分之三十 成江 明天上班吧 哎 我亲 妈 我亲 你不要工资 没工资 这个